希望把它读进来就加总 print 出去的话 首先这个读档我觉得还蛮好记的 所以我是建议这个读档这两行 尤其是这个Read Readize Readize 这个可能也要熟悉 最大的差别就是Readize 读过来就是串列 串列 你就再配合回圈就好处理 所以拿这个地方我就把它sprint 切割之后的话会得到这个 那第一个当然如果要加总的话 你不能直接上 所以怎么办呢 因为假设切割完之后 都是数字就OK了 可是不是怎么办 没关系转型 那转型怎么转 就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先加一个例子的1 等于什么呢 等于切割完之后的结果 所以把这个切割完的结果 先放到这边来 那就先放到例子的1 那我要怎么样一个一个把这个读出来 转型为整处 那就刚刚那一行 for 所以这个可能要慢慢熟悉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你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for i engrange 然后从零 做点 LEN LEN 意思说呢 这个串列里面有几个 然后把这个串列 放到这里面来 那他就知道有几个了 OK 所以 大概有个固定规则 临到他这个总用的长度 刚好停下来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什么 把第几个list 所以第几个list 就是这样 中刮符 i 等于什么呢 中间就是它的等号 把它转型 转型看用 i 因为它里面好像都是整处 刮符一下 也就是说呢 把它的资料先转型 一个一个转型为整处之后 然后呢 我们把它print出来看看 理论上应该就会变成什么 都会变成一个一个个的整处了 所有的资料就没有 这个字串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list的外面包一个sum 就可以了 上 挖符一下 就刚刚加总 也会一样 执行一下 应该是660 得到660 这个就是90 如果你刚好正照考试抽到这一题 这样子就得分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 程式部分的话应该也不多 但是最关键地方 其实应该就是如果针对这一个 串列 把资料读进来之后 再做一个转型 存回去 存回去 然后再用sum把它加总 OK 那这个就是902题的答案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答案好像跟我放在云单上又不太一样 没关系 反正他这个考试没有要你一个标准答案 只要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步骤里面没有错误 那其实他都会认为是正确的 OK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理论上我们主要是针对那个 这个创列部分 再延伸档案读取 然后再针对那个字串里面的一些切钩方法 然后做说明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里面上我们会再继续来看那个 后面还有一些练习题 后面的话 可能练习题又会是这个练习题的延伸 然后难度可能 会再稍微更困难一点点 所以各位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那档案的处理里面 还有一题 以下我是觉得这一题 还蛮 蛮不错 合并全省有一个例子 那工作上面常常遇到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有很多个档案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那可能里面可能是点TSD文字档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些档案 那这个档案在哪里 在云端 你们可以在那个 云端上面的一个叫做 范例档吧 范例档案 范例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全省游移地址点DIP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范例档里面的全省游移地址 那你打开之后把它解压缩 里面的话基本上 解压缩这词好了 里面的话 理论上就会有 这个 几个档吗 这么多档 总共有25个档 那如果今天我有个需求 我希望 可以当然把这25个档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你想说合并很简单啊 Ctrl A Ctrl C 然后开个空白档Ctrl V 对哦 那可是你要做25次 但是我今天希望 请你不要做 突发练缸钢的事 因为现在25个可能下一次变250 可能下一次变2500 那你25个可以这样做啦 OK 可是你如果250个 2500个的话 天啊 你要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希望可以 当然还有啦 就是说如果我要其中的资料的话 你们可以在用之前的方法 可以试试看 所以下一次的话 我们只要练习 如果把这25个档案 如果合并在一起 然后呢 合并完之后 还可以把它合并回来 也就是档案里面 可以让它分分也可以合合 这样要怎么做 OK 其实城市不多 而且还蛮容易的 所以以后你遇到那个档案的合并跟分割 这个范例其实就足够了 OK 好 那 时间也差不多啦 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一样影片 我有把它录制下来 回去的话 我会再把它贴到那个 我们的论坛里面 只要没有加入 应该都会收到啦 OK 好 那今天 就先到这里了 好